郝北町 鞭平利 这些农地准备的头是放到冠冠冠冠 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金峰已经留好红色参拼命民众进去 因为在一月里合的报 这让人发现欧北斗会去没 昨天下午 本分局会所会同保七总队 及营林县反保局 在本辖延平里延平段 有一处农地 我们查过了张信嫌犯 有一个违反废区物清理法 那经葬梁 清到废区物的面积也有0.8公顷 那经葬梁以后 挖着这个废区物 也有5000公吨至6000公吨左右 外国边看是真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不过其实这几天 到底附近的民众都有贫着奇怪的味 环保教业重费气物参与生涯 确定是建立的费气物 经环保局初步的检验 那这个汇气物的成分是 炉渣粉杂污泥 及事业废弃物 就是所谓的建筑废弃物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防保局也有采样 回去化验 那相关的主弦 我们有6个人 我们移送引领地方法院检察署来征办 那后续的征办作为 我们奉检察官的指示 会追查相关的来源 及相关的后续的违法试证 我们会扩大来征办 后续的分构 近前亚白草贵 无良心的业者及合体主 中有道的需要 火器物体起来 那作为浪贴污涅 涅滴下水的品质也受影响 所以后续的分构也好有民众 那时有发现 相关浪贴 让人无尽动的使用 请向警察机关减机 共同保护环境 及民众的身体健康 既然国庄品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订阅